我說我什麼時候可以唸聲明 我們淺秋戲子王小姐 帶著韓國瑜的聲明要來 請大家把手邊的工作還有便當啊 你要幹嘛自拍的把影片放下來 偷錄音的也把錄音筆放下來 淺秋要講一件事情 主要是因為 這個柯文哲又要吃韓國瑜豆腐 他說奇怪你們說我不行 可是韓國瑜跟我講的時候 私下講的時候不是這樣啊 意思是好像影射說韓國瑜是稱讚他 說他會贏的 那實際是什麼 不是因為他怎麼講 那個用語很容易引會讓大家誤會 他說韓國瑜受到壓力配合操作氣保 他理解 可是私底下跟我講的都不一樣 然後私下講什麼呢 韓國瑜怎麼講何友宜的拜託 我只是不想在公開場合講 你要問他說那你最近有見面嗎 他說就算我們有直接見面 我們也有幕僚聯絡 我真的是算是很偏遠地區的幕僚 有幕僚聯絡就你了 沒有啦 我直接跟大家講 他的回應是官方版 電完之後我自己私下版 一定要講一下 有情版 有情加版 因為我代表自己的 他自己講的是 他的聲明應該待會會發吧 我不知道發出來應該是還沒有 他下午也會在媒體受訪的時候自己回應 就是說 柯市長很優秀 也是韓國瑜市長老友 但選戰只會有一個人當選 做理心智慧的選擇 是為了下架民進黨 韓市長要說的話 在舞台上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集中選票下架民進黨 對國民黨民眾黨還有全體人民都好 這個叫官方版 那我跟你講他真正的心情是什麼 他不講他私下講了什麼 他說太扯了吧 我私下講了什麼 他爆跳如蕾喔 沒有啦 他就是稍微有點太扯了吧 他覺得有點誇張 因為這個會讓外界誤會嘛 他講了什麼呢 而且他們所謂的見面 都是在藍白河破局之前很久 包括10月9號那是有公開的 所以破局之後都沒有見過面 沒有 而且10月9號 破局之後還有一次 沒有 沒有沒有直接的通話 那這兩次見面都是為了什麼 這個目的很清楚 都是韓國瑜當時不是說 願意當統估嗎 他希望促成藍白河 他勸這個柯文哲怎麼說 他的私下講的話也是一樣 他就說如果你自己選 你不會贏 所以空氣槍也不是只有台上講 在藍白河破局之前他就這樣講 他當面就跟他講說你自己選 不會贏 是空氣槍 所以要合作 空氣槍他有當面跟他講喔 是 所以他呼籲他要合作 要藍白河 所以他說 如果這個柯文哲講 還有私下講的什麼 那柯文哲聽到空氣槍的反應是什麼 這我就沒有再問下去了 但總之 他那個意思不是要酸他 而是只是要跟他分析個客觀的狀況 分析實際的狀況 跟他最大的期待是什麼 期待要下架民進黨要合作 所以就希望能夠放下一些自己的偏執 能夠以這個贏的方程式大家來合作 所以那時候談的都是在藍白河的階段 他既然藍白不合 大家各自努力的時候 就已經到另外一個不同的領域了 那這個時候來講說 哎呀你私下講什麼 哎呀什麼 其實公開來好好的講話 互相以前有的情意都還在 那藍白河還是有示範區 在比方台中這個蔡壁如的選區 那但是贏這件事情 是不是大家共同的目標 選民可以自己來做決定 對 韓國瑜應該沒有錄音啦 他不是眾人啦 或者是柯文哲會不會有錄音 到時候一個錄音檔出來 柯文哲的很清楚 然後韓國瑜的有點比較遠這樣 嗯 好啦這主要意思就很清楚 趙氏台上講的說 你是空氣槍 看起來好像很熱鬧很厲害 但你不會贏 這句話不是趙氏台上講而已啊 是當面而且是藍白河破局之前 就是分開來就很難贏嘛 那只是說真的 只是這個局勢在後來撒卡都 那因為一些副手人選 各公布等等的 我覺得局勢開始產生很多的變化 尤其是在11月24號之後 產生了一個大的變化 所以才現在情況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那所以你硬要講說私下講什麼 這種事情是 我總覺得人做人還是要厚到一點比較好啦 而且念舊琴是韓國瑜的那個風格嘛 所以到目前為止其實都不是口出惡言的 其實沒有必要再去給人家穿小鞋了啦 對不對 大家說對不對 對 不是你如果說是破局了 韓國瑜還這樣跟他講 你用膝蓋想也知道不合乎常理嗎 對啊這怎麼可能 那就算他講 比如說在破局之前 要想辦法攤勾 攤勾 攤勾是什麼 我要把你圍好圍進來嗎 比如說我要找潛秋合作 我可能說 潛秋啊 你合作跟不合作都你必死無疑 我總是會講一些 可能說你也不錯你也很棒啊 可是我覺得如果你自己選 這個應該是不會贏 我覺得這樣比較合理 對 怎麼可能 我都跟你破局了 我們各自爬山了 我要呼籲你跟我們合作 然後講另外一個人壞話 對啊 怎麼合理 那已經確定破局了 我就不可能去講說什麼 哇還是你會贏 侯友宜不會贏 這合理嗎 這很不合理 就用膝蓋想都知道了